北京时间4月23号 ATP500巴塞罗那公开赛的第三轮比赛 赛会2号种子 八届赛会冠军纳达尔 虽然一度挽救三个赛点 但是还是爆冷输给了福格尼尼 遭遇对齐的两连败 去年西班牙人在四分之一决赛 输给了同胞阿尔玛格罗 终结了自己巴塞罗那的41连胜 同时也无缘冲击第九冠 而纳达尔今年则未能够躋身巴强 巴塞罗那仿佛就是 纳达尔职业生涯的一个缩影 从曾经不可动摇的神话传说 到红土王朝的风雨飘摇 残酷的4月一次又一次 击倒了这位曾经的红土之王 如今留给纳达尔找回状态的机会 已经不多了 5月初的马德里大师赛和罗马大师赛 是仅存的希望 纳达尔刚刚凭借蒙特卡洛四强的成绩 重返世界前四